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字学院 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潮岔老师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课程是热门产品分析 我们继续来看移动电台类的产品 我们找三款热门的产品 为大家做一下产品分析 我们还是先从战略层来看一下 我们选取的三款APP 是目前市场上占据份额比较大的三款 分别是喜马拉雅FM 蜻蜓FM 还有荔枝FM 我们先从slogan来对比一下 那么喜马拉雅的slogan是 让世界倾听你的声音 那么从这里面不难看出 喜马拉雅的野心非常大 首先说世界 那么可能意味着 喜马拉雅的用户量可能是比较大的 让世界倾听你的声音 它主要是用了你 也就是说喜马拉雅不仅可以听 还可以发布你的声音 也就是它是一个平台级的产品 那么蜻蜓FM 它的slogan是最好的网络收音机 这个slogan可能不那么炫 但是非常的清晰 它把自己的产品定位 定位成一个网络收音机 这是它的特点 那么蜜蜜的FM 它的slogan是人人都是播客 它呢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 网络电台 而且是什么样的网络电台呢 是一个自媒体的网络电台 这是它的定位 我们再来看一下产品定位 那么喜马拉雅的产品定位 它是中国最大的音频分享平台 和它的slogan也是非常默契的 最大 中国最大 代表了它的野心 分享平台是它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蜻蜓FM产品定位 是最广最全的广播收听应用 也就是说 从这种传统广播的数量来看 它是最多的 那么蜜蜜FM它的产品定位是 集录制 编辑 上传 存储 收听 下载 余体的网络电台 它呢 也是注重于UGC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三款APP的优势 那么喜马拉雅呢 它主要是通过UGC的平台 去吸引大量的 喜欢用声音 去传递和分享的人们 包括一些大V用户 都会用喜马拉雅 来分享他们的节目 那么蜻蜓FM呢 它主要是全面收录了 中国大陆 港澳台 还有一些海外地区的广播电台 可以充分的 把原来传统电台的用户 然后拉到移动互联网的大潮里面 并且呢 可以支持跨地域收听电台的节目 而且支持直播 回放 还有下载 等这些相对来说 特别重要的功能 实现了 由原来的这种传统的电台 转移到互联网电台 这个重大的跨越 那么荔枝FM呢 它主要大量的降低了 用户创建电台的这个门槛 那么推出了很多特色的功能 来帮助用户简化 生成电台的这个方式 推出了它的特色功能 微信电台 我们后面会讲到 我们下面再来几种结构层来看一看 这三款APP它有哪些异通 我们从喜马拉雅的APP 大家可以看到 几个重大的模块有 下载听 正在播 发现 定制听 还有我 比较有特色一点 什么我们看见 发现里面 浓缩着它里面 特别多的内容 大部分都是它推荐的一些 一些功能 比如热播的 还有一些 专门为个人 个性化定制的一些功能 那么定制听 定制听 也是根据用户的喜好 和它的收藏 去看它推荐的一些内容 那么下载听 主要是针对 移动 移动网络 流量比较高 离线下载这类用户去说的 那么从这个布局来看 那么喜马拉雅 对于下载的用户 还是比较关注的 那么再来看看蜻蜓FM 蜻蜓FM这个信息架构呢 和这个喜马拉雅比较相似 也是有发现 那么发现里面呢 也呈现了它很多 专题类的节目 还有广播电台 内容分类是比较多的 也有下载 它也把下载做的 作为了一个比较重要的 一个环节 当然还有搜索 还有我的 我们再来看蜻蜓FM 蜻蜓FM 除了我的发现和播放之外 它更重要的 有把录音单独的拿出来 那么很显然蜻蜓FM 对于这UGC是非常关注的 它能够帮助用户迅速的生成一个网络电台 那么我们再从这个范围层来看一看 这三款APP它有哪些有特色的功能 我们首先来看看喜马拉雅 喜马拉雅呢 它的特色的功能包含了懒人电台 还有专题 我们说懒人电台呢 它基本来说就是一个个性化的智能的推送电台 主打的就是那些 比较 懒于自己寻找喜欢听的一些电台 那么就是通过推荐 还有利用一些大数据的智能匹配 强大的算法 来为用户推荐他喜欢的这种电台节目 那么这或许是未来喜马拉雅走个性化推荐电台的一个试金师 那么第二个特色功能是专题 那么这种专题呢 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和懒人电台有点相似 它是从过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主题 为用户推荐内容 当然了 这个专题呢 是需要比较高的这种运营成本的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热门活动 热门活动呢 是一个比较长鲜的功能 它呢 主要是让用户用声音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 那么希望通过这个来增加用户的参与度 还有用户粘性 当然对于用户这种运营成本也是比较高的 那么圈子是喜马拉雅比较突破性的功能 它主要是做一个平台 当然从现在的这种圈子活跃度来看 内容价值呢是偏低的 那么参与的这个主题呢 并不那么多 那么最多的主题 你既然是约摸这种圈子 难免得让这种论坛啊 帖子这种走向了低俗化 所以说优质的内容如何去引导 怎么样尝试引导用户 去发表那些健康有营养有价值的内容 成为了这个圈子这个功能 目前来说最大的一个问题 而不不仅仅把它成为一个单纯的吐槽 灌水的一个区域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蜻蜓FM 它有哪些特色的功能 我们说蜻蜓FM最大的一个核心就是 它能够吸收到传统电台里面搜的内容 并且呢它能够把之前传统电台 不能够给用户看那些内容来展示给用户 比如说详细的节目单和电台信息 这个之前是没法让用户看到的 那么通过这种节目单呢 可以让用户实时了解内容 并且定制自己的收听计划 第二个是能够和主播进行亲密的互动 可以近距离的互动和主播一起去嗨 那么原来呢用户只是通过短信或者是发微信 那么和DJ去互动 那么通过这青天FM可以更及时 并能够更直观的和用户和这个DJ呢进行互动 第三个可以关注电台节目推出的每日话题 参与讨论 并且呢优秀屏幕还会被主播选上播送到节目了 下面来看一看荔枝FM 我们说荔枝FM目前来说最主要特色的功能 出现在了这个微信电台上 它其实是把荔枝FM的很多功能 体现在了微信公众号上 也是把网络电台搬到了这个微信上 那么它呢可以利用微信这种强大的流量 让用户不需要通过笔记本计算机 甚至不用单开一个应用 就可以直接通过微信来收听它的网络节目 并且可以利用微信一些开放平台的接口 在微信里面就可以和主播进行发文字 发图片发声音视频等多种信息的交互 并且呢也支持一键分享自己喜欢的电台到朋友圈 来拓展自己的用户 那么这个是荔枝FM一些特点的功能